大家好 我是阿彭 现在又来砍这个玉米梗了 因为这个玉米是那个黑色的糯玉米 已经卖完了 多谢朋友们的机器 卖完了就要把这个砍回去给牛吃 现在草也蛮多的 这个玉米杆 你看这些小个一点都 就不拔了 这种就给牛吃 给牛吃了 这种 像这个 这种是黑色的 因为放的是农家肥 有些头子没有饱满 有些朋友收到肯定也会那个说 所以有些我放多了一个 或者是放多了一斤在里面 哦 这种就 也有朋友说好吃 也有朋友说这个很硬 看来如果是硬的话我就难得不重了 这个就不管了多少营养了也不管了 黑色书也不管了 是不是 很多朋友说收到吃不动 其实这个都要 放高压锅 放放水 放到水里面去压 因为那个水压出来也可以喝的 等到那个高压锅上大气以后 还要压个20分钟 这样子 不也就吃不动了 如果就是像 这种玉米你放到蒸一下 蒸个几分钟就拿来吃的话 是硬邦邦的 吃不动的 好像是生的一样 刚开启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 这个玉米怎么那么难吃 这么硬怎么吃 后来用高压锅来压 最好是把它把这个玉米压爆花的话 就很弱很弱了 所以朋友们收到货的时候一定要压 非常谢谢朋友们的机器 非常谢谢你们 今天也还有朋友说想要20斤 这个黑色玉米 因为没有多少了 所以我又没有卖了 就怕朋友们收到又说吃不动 或者什么就不好 所以我也不卖了 每年 而且是下半年也不种这个盆种了 就是说 种一点那个白色的 和那个花糯 还有那个水果玉米 铁的 这个盆种不种了 不管它再好 因为有些朋友 他收到以后你叫他用高压锅压 他又想到 阿盆是不是在骗我啊 哪有这个玉米用高压锅压的 吃不动硬邦邦的啊 其实这是真的 因为刚开启的时候 我也是 就是这样随便蒸一下啊 好像硬邦邦的 好像生的一样吃不动 所以后来徐姐他用高压锅压 把那个压久一点 放多一点水 就压得很软糯了 就很好吃了 也有朋友说还要长老一点 哎呦 我说这样就够老了 你再老一点 哪里还吃得动 是不是 其实这个糯的他就不比铁的啊 他就要长老一点 才才糯啊 如果是很嫩的话 像水一样的 那个里面还没有挂浆的话 那个也不糯的啊 就算铁铁的也不好吃 太嫩了 所以还是不要种了 这个盆种 就是说他营养再好 那个花生树再好也不种了 不约的话 朋友们收到也不好哦 多谢朋友们的机器了 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卡丑回去喂牛了 这些就是 砍了玉米的这个 长的这个啊 啊就是这样子 很多的我这个啊 啊叶 卡好一切草了 准备回去 太阳也快落 太阳落山了 哎哟 这个体积太压了 做什么都蛮压啊 今天也蛮多人要这个红薯干 啊 朋友们如果收到太硬的话啊 可以放到饭里面蒸一下 可以是用那个 维波炉 打一下它就软糊了 因为有些下的太干了 就硬 如果不够干的话又没有嚼劲啊 嗯 回去啊